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本土确诊的病例数持续下降 筛检站的服务量也随之下降 因此北市科集中证纪念堂车来素筛检站 将在明天6月9号停止服务 医护人力回归医疗院所通讯诊疗及防疫及门诊 台北市卫生局说明 截至6月5号指 确诊者居家照顾人数47501人 列馆中居家隔离人数4803人 车来素防疫及门诊部分 考量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 调整医护人力北市科及中证纪念堂车来素筛检站 服务到6月8号指 台北市的本土确诊的一个病例 有持续在下降的一个倾向 那北市的那个车来素的一个筛检站 最近也是依实际的一个筛检量 也慢慢的一直都在下降 那为了妥善的调整我们的医护的人力 所以我们北市科跟中证纪念堂的车来素的一个筛检站 将服务到这个礼拜三也就是8号为止 那从6月9号开始就停止了服务 那后续的服务也会在医疗院所的通信诊疗 及防疫疾患门诊来持续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为了提供更便明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缩短接触者一些匡列的一个时间 所以疾管署在数位新冠病毒的一个健康证明的这个系统里面 有新增加了一个填补同处家人 及下载区隔数证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说5月1号到5月25号确诊的民众 而且有在确诊个案的自主回报系统里面 有去填列相关的一个资料的那就可以到这个PVBS的这个平台 那网址有附上去那你可以去修补你同住亲友的相关资料 并且可以去下载这个区隔的证明书 不过他有一个上限就是最多就是10位 那同住的亲友如果你是适用5月17号的免隔离的一个0加7方案 或者是三个月以内是曾经确诊了 那这个部分就不要填写 那台北市新北桃园开放的时间从4号就开始开放了 到6月20 那其他的县市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20 那如果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善加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同住亲友试用5月17号起免居家隔离方案者或补填的同住亲友 三个月内曾经确诊者则不必填列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幼儿家用抗原快筛试剂扩大试用对象 2015年9月2号以后出生的学龄前孩童 都可以到台北市实名制贩售据点 免费领取一份5G的家用快筛试剂 领取免费幼儿家用抗原快筛 现在适用对象扩大咯 台北市卫生局说明 以往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幼儿 扩大为2015年9月2号以后出生的学龄前孩童 都可以免费领取快筛 今天开始扩大了实施幼儿家用快筛试剂的一个方案 原来适用的对象是2016年1月1号出生以后的小孩子 那扩大到往前2015年9月2号出生的学龄前孩童 都可以领取 那可以到实名制贩售的一些 就是这些点去领取5G的一个家用快筛试剂 那领取 不管是领取或者是购买家用快筛试剂 都是以身份证的单双号来进行分流 所以提醒民众还是要多加注意这个部分 那卫生局也提醒我们健康服务中心 12个健康服务中心 并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些贩售服务 那如果有需求的民众 其实有药局、药妆店、超市、卖场等等 也有自费的在贩售 台北市卫生局在这边呼吁 虽然我们确诊的人数持续一直有在下降的情形 仍然要提醒我们的市民 就是要遵守相关的一些防疫的规范 做好勤洗手、戴好口罩 那持续维持社交的距离 然后符合施打疫苗的就赶快去做施打 然后以强化我们的一个自我保护力 做好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 那相关的疫情可以到我们COVID-19的疫情专区 去做一些那个查询 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防疫专线2375、3782 或者是1999的市民热线来做一个询问 曾购买过实名制快筛的孩童 6月30号前可再免费领取一次快筛试剂 若是政策实施时尚无健保卡的新生儿 后续出生者可再拿到健保卡后领取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最近来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设计学系毕业展 以Bubu Run务事名为主题 形容在严峻的疫情下 对眼前未来的人生感到朦胧看不清的意思 十组作品学生们运用跨领域的知识 结合了平面多媒体产品及室内设计专长 解决多面向生活议题 展现专业的学习成果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设计系毕业展 以Bubu Run务事名为主题 从十个一体延伸打造十件作品 借由设计手法引导观者 透过感官或是内心体验 贴近被杂物所蒙蔽的事物 那我们这一次策展主题是Bubu Run务事名 那Bubu就是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台语的Bubu物物的那个发音 那我们就是希望希望像是这三年啊 因为疫情或是因为我们平常关注到的一些事物 觉得他们都有一些Bubu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去探索里面的这些Bubu 去找到他们的可能解决方法 或是在其中找到方向 让像是我们每一个B字小组都可以 在各自的主题里面发挥 还有找到各自想要做的目的 主题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以理念或是想法的角度 去思考某样议题 对那他们就是让这个议题 转化成另一种形式让大家去了解 对可能是像是酸怪 他们用 他们用气围的方式呈现出网路酸民的一些事情 或是像某一组使用VR 让一般人可以去了解忧郁症患者他们所感受到的事物 那也可以更加去贴切了解他们 那另一组的话他们是代表着在某样事物上面找到可以解决那个问题的方法 那像是某一组叫做指尖散布 那他们就是透过桌游的方式去学习定向训练 在很小的年纪 这样他们长大之后在一些路线或是地图的概念会比较健全 那因为我们是大设计系就是有两个组别 视觉传达组跟产品设计组 所以在不同跨领域的合作上我们其实很多都是产品跟视觉上双方面的合作 很像在酸怪那一组我们有书籍上面的呈现 也有产品上面器材的呈现这样子 然后像T川那一组也是他们做的VR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忧郁症患者内心的世界 然后也有使用不一样的仪器像VR的方式来体验这样子 戴上VR装置体验忧郁症患者内心的替穿暗流 以拟针声响以及3D动画将患者内心世界具象化 揭开忧郁症的生活面纱 我们这个主题这个区域呢 我们会选择用多媒体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流程 来去让观众在体验流程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忧郁症的 忧郁症患者他们日常在面对的一些困扰 或他们生活上一些情境这样子 那其中包括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VR 因为我们认为说忧郁症它带来的很多症状 其实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反应 那因为情绪它属于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那相较于一般的平面媒体 我们认为说VR它其实有带给人一种主观的视角 那在主观视角以外我们在情绪的部分 我们也以一个理论叫做叙事治疗的方式 来去把一些忧郁症患者们描述的一些症状 或者他们一些情绪反应做一个转化 然后在我们的VR里面做视觉上的夸张化 来达到一个从视觉上带来的替代的方式 来带来一个情绪上的不适感这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以我们整个体验流程 让观众首先是可以感同身受忧郁症患者 他们身处的处境 然后再进而去尝试说 练习要怎么跟忧郁症患者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有忧郁症的话 该怎么跟他们相处这样子 那在最后我们也会以一个平面动画形式 来相当于是对我们VR内容跟对话内容 做一个总结跟剧情上的结局的展示 顺便最后也带给一些需要建议的人 对我们所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我们VR作品里面的画面 其实大部分是取自于 我们在各种论文或者实际的受访者身上 找到一些案例的一些情境 大部分是从他们的生活场景 比方说在房间 他的妈妈是怎么样跟他相处的 或者说他在教室里面 他老师用什么方式去看待他疾病 这样子的事件作为出发点 再延伸到展示他情绪 在视觉上呈现应该是 是怎么样的 然后也透过VR的主观感受 来带给观看者可以在观看的时候 可以稍微触及到忧郁症患者情绪上的感受 酸怪培育社则是使用第一人称视角 让观者体验成为酸民 藉由酸人或被酸的心理实际体验得到反思 我们这一个毕业制作主题主要是要用推测设计的反世界观的那种技巧 然后去述说酸民议题的对现在社会的影响这样 然后就让大家思考看看是不是酸民 大家普遍会觉得这是不好的东西 但其实在这个世界观里面 酸民反而才是正确的运行轨道 那我们有设定了三个流程 第一个叫做超突结酸怪全书 然后第二个叫做实战试炼酸位移 然后第三个叫做势力宣言酸意愿 然后这三个流程分别代表了同理性的三个层次 就是认知同理性 然后情感同理性跟表达同理性 那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三个流程中 可以慢慢地去从认知然后到表达 然后去传达看看自己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议题的 就是第二个阶段实战试炼酸位移 是我们之前在前期的时候有去用生理回馈 以去测试说人们对于味道的心理或生理的反应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个转化 然后做成了一个试炼包 然后在他们体验完第一个流程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兑换这个试炼包 然后在闻到这个味道的同时也可以去思考 原来酸民的力道是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成为这样的酸民 人们可能除了用视觉最直观的以外 其实嗅觉是还蛮容易就是引起大家对情感的连结 所以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发现嗅觉感官是一个很特别 但是大家品尝不太会记得的一个感官 我们不会把那个味道定义成某一个特定的味道 但是我们在三个味道性别 就是我们有三个种类 叫性别然后学历跟外貌 然后我们在这三个分别可能让就是混 味道里面会混杂一些大家可能对这样的议题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像是外貌就会放入一些可能支架油啊的那些味道 然后像是性别我们可能就会加入一些尿素啊的那个安慰的味道这样 让视障者体验庙与文化的庙学堂 则是透过实际与视障者访谈 以解构庙与建筑空间与造型元素的方式 让使用者以多感官认识庙与文化 那我们这组是叫做庙学堂 然后它是一个品牌 那它是给视障者 然后让他们去接触庙与文化 那是透过他们熟悉的触觉啊 或是嗅觉还有听觉的方式 触觉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庙语的文物模型 那听觉的话就是我们有搭配一个语音导览 就是给视障者的口述语音导览 那他们可以去从就是庙语的组装 然后到一些庙语文化的相关认识 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那嗅觉的部分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有个香乳 然后它里面有做扩香室 那扩香室的话就是你可以滴入自己喜欢的精油 所以它就会有香香的味道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这个教具组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是称作是一个多感官的教具组 那其实呢 明眼人就是除了视障者以外的受众 他们也可以同时来使用 就是可以试着用闭上眼睛来探索的方式 或者是说他们也可以跟着视障者 一起来玩玩看这个教具 那两个族群就可以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这样 然后我们这个展间的部分就是 因为还蛮注重体验的 所以我们就有做很多触摸相关的体验 那你可以就是戴着眼镜 就是体验视障者的感受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摸摸看 就是我们还有另外做一本立体图册 那它也是用触摸的方式 那我们有把就是两页的内页有抓出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摸摸看说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视障者他们来认识 然后那边的话也有就是模型的体验组装 然后因为这个一整组的是不能触摸的 所以就是那边有另外单栋的可以来组装看看 我们其实当初有去采访 那会想要做这个议题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大主题是BUBU 那就是台语翻成国语的意思 就是有点模糊不清的感觉 那我们第一直觉就是想到 可能模糊不清而言就是对于视障者 那可是我们对视障者的了解 其实也是有点模糊不清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那个时候在一开始做前期的研究的时候 有去采访十位视障者 那有去了解说他们对于庙宇这一块 就是对于文化 因为台湾其实给视障者的文化这一块 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就是一些教具啊 或是展览部分可以给他们来做一些认识 那所以那时候也就想说 好像可以就是朝着这方面来 就是做一下这个方面的主题 那因为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其实又针对一些就是 可能好像诶是这样子 大家对于视障者的感受好像都是 就是他们都完全看不到 可是其实没有 他们还是有点残余的视力 然后多数也都倾向说 他们是用残余的视力 就是他们的一些视力去辨识啊 或是去做就是放 或是用放大的方式来观看 所以其实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也是有增进对视障者 他们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做完之后 有给视障者他们测试 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询问说 他们最常使用什么样的感官 那当然就是可能除了眼睛以外 就是触觉 那触觉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就有特地去想到说 他们可能因为会需要触摸 所以有做很多的圆角 然后尽量把尖锐的部分都拿掉 那他们在触摸的时候 其实包括材质 也是一个触摸的重点 因为材质的部分 其实他们如果闭着眼睛探索 他们探索到的部分 是可以到很细微的 所以我们在材质这部分 也有去做不同的变化 物语则是以新一代的 都市澡堂文化为构想 透过空间上开阔的设计 与开放式的服务体验过程 放松身心 沉浸于澡堂的舞期中 我们是物语 然后我们作品的特色就是 我们是呼应用泡澡时空间产生的物 去呼应你内心的物 就是利用泡澡这个过程 去沉淀你的在都市忙碌生活中 就是累积在心理上的疲劳 对我们是打造一个澡堂的品牌 然后我们是希望让这个澡堂 是坐落在都市交通便捷的地方 让就是忙碌的上班族 可以就是下班之后 很快的就能前往 然后我们是帮澡堂设计的体验流程 还有它其中会用到的东西 以及空间的规划 去做一个这样子整合的专案 那我们这边是 就是它的体验流程的前导影片 然后它会介绍整个体验流程的 体验流程的简介 然后这边这一区是 我们是呈现我们澡堂内部 会用到的一些像是毛巾啊 还有房卡沐浴用品等等 以及就是你在进入澡堂 可能就会有提供网页 你可以在那边选择 你今天要用的想要泡的泡澡球 或者是你想要在哪一间房间体验 还有我们有设计它的泡澡球 有八种的花香味 还有按摩配件 是也可以让体验者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 你可以一边泡澡一边按摩的配件 然后在这一区展示的是 我们的澡堂的空间模型 密体模型 它虽然可以比较详细的告诉 澡堂空间是怎么样 但它还是有个限制在 而且现在是要讲求 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会希望 就是你戴上VR桌就会有一种 要像真的站在我们设计的早堂之中的感觉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设计系毕业展 自6月7号到12号 在台北创意实验基地 师地Venue展出 欢迎前往观赏 一探学生们的专业设计成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收看节目时 如出现画面马赛克 或断断续续停格现象时 可依下列步骤确认 检查数位机上和后端 有线电视讯号线是否有接妥 并依顺时针方向转紧 如果仍然异常 请先将数位机上和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再接上 重开机期间 无需使用遥控器切换 数位机上和重新开机 等待1到2分钟后 灯号会由红灯 转换为绿灯或蓝灯 开机完成后 请确认节目播放是否已正常 若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有追据有视讯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加宽评吧 中加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加宽评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台北教育大学 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 在今年的松山文创学员季中 呈现创意多元的毕业展特色 各组的学子团队合作 毕展主题触角多元 展现丰富的学习成果 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的学子 以噪点为主题 用心筹办毕业展 各组主题多元丰富 有学子注意到茶叶渣垃圾 对环境造成的负担问题 希望推广茶叶渣再利用的可能性 茶鱼实验室 取之于茶善用其余 我们是茶鱼T Lab 茶鱼取之于茶善用其余 我们是一个致力于茶叶渣循环再利用的团队 那当初会想要就是做茶叶渣再利用 是因为我们组员都是一群爱喝手摇饮的人 然后我们就观察到手摇饮店每天结束之后都会提出非常大量的茶叶渣 然后经过我们的研究就发现说一天一间手摇饮店就要产生将近50公斤的茶叶渣 一年的清运费用就高达3亿元 因为茶叶渣的含水量很高 它高达80到90%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高的清运成本 那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介入来减少茶叶渣在清运中造成的压力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在实验说寻找茶叶渣最适合的再利用方式的团队 那我们是一个比较偏向实验性质的团队 所以我们就有做过许多研发 像是这个是茶叶纸 就是我们在研究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茶叶渣跟纸张先进行融合 然后我们就观察到说就是那个茶的颜色就会浮出来 然后让纸张造成就是它的颜色会不均 然后茶叶的颗粒也会不容易书写这样子 那经过我们的改良就是我们发现要先经过清洗研磨 然后再添加到我们的产品当中 就可以变成像最后这一张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发展的历程这样子 对那当初会想要做这个是像 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取代像手摇影店的杯套啊 就是隔热杯套就是想说 可以从手摇影店回收这样的茶叶 然后再回归到手摇影店 就是达到一个循环的目的 对那我们还有做其他很多不同的茶叶实验 对那都是为了说可以寻找最适合茶叶再利用的方式 这是我们做的茶叶肥皂 它其实是有历程的就是这个初期是我们直接添加茶水 然后想说是不是就可以有茶的香气 但发现就是因为它是油类 所以说我们改良后就是直接添加茶籽油 就是等于是我们延伸到整个茶树部位的在利用 我们使用茶籽油加入之后还添加了那个茶渣进去 就是可以增加清洁的效果 对那我们这是我们一部分的实验的过程 我们还有做像是整个全部都是茶渣的产品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升茶渣的使用量 所以我们有做就是全部都使用茶渣做的产品 像是这个原本是计划做成茶渣杯垫 隔热垫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使用茶渣加入酱 然后再晒干之后就变成一个像这样的杯垫 但是就是有发现到说可能它在晒干的过程中 就是没有那么顺利 它会产生一些皱褶啊浮起这样子 但这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是我们建立一个茶鱼实验室 就是过程就是在发掘茶渣到底 可以如何去做运用这样子 我们尝试与不同性质的团队进行合作 共同举办工作坊和市集摆摊活动 让茶渣垃圾过量的议题 以及茶渣在利用的可能性 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促使人们以行动回应永续利用的目标 因为我们是比较早就有在开始想说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然后我们大概是从山上就开始 想说我们要做这个主题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这样 然后前一年我们比较多是着重在做 实作啊实验的部分 然后后面的阶段我们就是想要做 着重在议题推广这部分 所以我们就去参加市集 然后举办工作坊 然后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我们想要关注的这个议题这样子 对 所以总共就是大概花了一年半 到快要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题目这样 还有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像这样的茶渣议题给大众 所以说我们也有去参与市集 或者是跟百年茶市紫藤炉进行合作 我们跟紫藤炉合作做的湖城花气礼盒 那湖城的话它是泡茶的时候 垫在那个茶壶底下用的那块隔热垫 对那我们就是用石膏混合茶叶渣 然后做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礼盒 还有就是泡茶的时候可能会摆一些花气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像免烧桃混合茶叶渣 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套子 给大家带回去这样子 对 还有可能参加像是亲子儿童市集 就是给很小的小朋友 那我们就是用教育桌游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 可能茶叶渣以后该怎么丢弃会比较好 对因为其实茶参垃圾锅量这一题是比较少人会去关注到的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其他的浪费或是在利用 但是茶参这部分比较少人会关注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议题的话 可能会对茶参再利用的推广会有更大的帮助 也有学子将展场布置成选物店 透过疗愈小物与送礼物给自己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自己 团队也开始筹备将来创业的计划 那我负责这组叫做恐龙的房间 我们就是发现在科技时代下 我们大家虽然距离变近了 可是每个人其实都变得更孤独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重新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值得爱自己的这样 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去进行一间选物品牌 然后就是觉得我们可以送礼物给很辛苦的自己这样子 就是让大家疗愈感提升 当然因为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发现 我们贩售这个选物 那我们得到的回馈都是大家觉得非常疗愈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跟心理领域做结合 那刚好我们国北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心理资商 所以我们就跟学校的新建中心有一些合作 那这个展场也算是我们第一次的突破 就是我们第一次有加入一些心理疗愈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包含一些送礼服务啊 还有一些抱枕 还有原创商品之类的 对那我们也在上次的学校举办的第九届 创新创业比赛中就获得金奖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有拿到五万块的资金 然后也就办这个可爱的展场 那这些资金也让我们就是可以研发更多产品啊 然后在包装上面做套装化的组合 然后就是这样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 其实为什么是恐龙这个形象 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就突然发现 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 就他们的口罩和他们的包包都是恐龙 那其实美国有一个研究已经做过这个调查 就是因为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 都对恐龙有一个憧憬 那为什么对恐龙有憧憬 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一个 叫做过渡意识的阶段 那那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创造力最旺盛 然后不害怕别人眼光 就是尽情的挥洒自己的色彩的时期 那我们就是会做恐龙的房间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留那个时候的心 然后就是保持那个时候 然后就是尽情的去挥洒 尽情的去创作 对那其实这个主题也是在疫情之后才诞生下来的 因为疫情下大家都需要去注意自己 就是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然后更注重心理健康问题 对所以这也算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契机 对那我们就是在参加这个创业比赛之后 我们已经有一部分的创业规划 那这个算是我们的第一个里程碑 那我们在做完这次的毕业展览之后 其实就是不会像是就做作业做完这样子 我们之后就是开始会参加像Ustar计划 那也会跟文化局申请补助 那我们预计是在明年三四月的时候 会参加文博会的Talent 100 对我们就会在文博会做展出 对那我们也会在明年底的时候 就是成立小型的企业 他就正式成立恐龙的房间 有什么的这个品牌 还有这个公司 其实我们这次有找一个赞助商 叫做Della 那他是一个台湾也是新创的香氛品牌 那因为他跟我们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这次的气味设计 就是由他来赞助 那我们之后也会跟他做产品的开发 就会在全台湾的门市都会上架 我们属于我们的香氛 对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想跟香氛品牌合作 是因为人75%的情绪都来自于嗅觉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想做疗愈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香氛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商品 一个品项 对所以才会想要做这方面的合作与开发 那后续我们也会有更多其他企业的联名合作 敬请期待 像我们这次原本就是有想要创业的雏形 但经过了这次的毕业制作后 我们重新整理了思绪 然后重新寻找我们的创业的方向等等的 然后也加强了我们的深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毕业以后 就会直接准备要成立一间小型的选物店这样 而面对全球天灾的发生与疫情肆虐 有学子以防灾作为避展主题 拍摄影片回顾过去的921地震与台风灾害 透过避展希望提醒大众加强防灾观念 那时候就是很可怕 你小孩子什么的 你自己都顾不了 你没有办法出去看 但是我们年纪有的人比较勇敢 你就骑着脚踏 骑着摩托车就到处去 去看人家要帮忙 回来就报告说 哪里怎样的 就是我们整个展间 我们是以诺亚方周围设计发想 打造成一个船舱的概念 那我们主要是觉得说 现在灾害不断的频繁发生 然后甚至现在新冠肺炎正在肆虐的全球 那人们会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灾害 产生了一些焦虑及不安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末日感 嗯 然后我们会希望说 透过我们的展览能够去 第一个是带领观众认识各种不同灾害带来的影响 那第二个是可以先去做提前准备跟预防 然后再来最后可以消除心中的末日感 这个的话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准备就是保暖的用品 可以准备保暖衣物 像是袜子手套 然后这个我们有准备保暖的毯制 我们在这边展间也有展示我们实体的避难桃生包 然后跟观众讲桃生包里面必备的物品有哪些 那其实桃生包呢 每半年我们应该要去检查更新一次 并且呢要放在家中还有工作地方 随手可得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噪点DOTS 那噪点它就是摄影师在摄影的过程中 因为镜头的转化产生一些数位的杂讯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理念去延伸出 我们上次追梦过程中一些不如预期的状况 比如说像是我们这次在办展览就遇到了疫情的问题 对那这次像是我们追梦过程中的一些噪点 然后我们以这个理念出发去延伸出 十一组不同的同学他们有十一组的噪点 对那每一组就会针对他们想要去探讨的议题 进行一下深度的研究以及设计这样 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毕业展主题 触角多元深入环境保护心理健康各层面 深具教育意涵也让人看到学子们丰富多元的学习成果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当代艺术呈现时代脉动 日志时期的古迹建筑如今成为新思想的交流平台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拜访台北当代艺术馆 城市走读系列报导 我们一步一脚印带您了解在地的人文历史风华 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城市走读 来到我们台北当代艺术馆 那我们也知道台北当代艺术馆 它其实是一个历史建物也是设定了三级古迹 那既然是设定三级古迹呢 这个新闻奖一定是讲得嘞嘞嘞嘞嘞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我们的管方人员 我们的管员我们的玉华呢大美女来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我们台北当代艺术馆玉华你好 你好 是不是跟观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今天呢来到我们台北当代艺术馆这边 那就如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这边当代艺术馆很特别 它是一个艺术馆 可是呢它又具有古迹的身份 对 那我们其实当代艺术馆呢 其实在开馆成立的时候呢 创下了许多的第一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介绍的 它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当代艺术馆 那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是用古迹建筑再利用 成为的美术馆 那也是我们第一个就是算是全球喔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当代艺术馆 跟学校一个共购的一个建筑体这样子 我觉得当代艺术馆很妙 就是说一般我们去艺术馆或博物馆 重点就是进去了看展 可是我觉得台北当代艺术馆不同的是什么 就是你还没进来 光看到建筑物就已经开始在看了 对不对 就是已经开始在欣赏这个 我们的历史建物喔 然后进来又有现代当代的展览可以看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 你看这个当代艺术馆 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建物 然后融合了当代的艺术 它其实是以前跟现代一个完美的结合 对对对对 那我还想说喔 其实这个当代艺术 可能有些会比较没有概念 可谓这个叫当代艺术 那可不可以请玉华跟我们讲一下 所谓的当代艺术馆 它那个当代艺术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 其实当代艺术馆的话 就它的字面来讲 大家就可以大概可以猜测到说 所谓的当代 那表示这里面展出的艺术家或者是作品 它发生的年代 其实都是跟我们所处的时空其实是比较契合的 并不是说可能是像故宫 那些作者可能都是几百年前的 对对 那所使用的媒材呢 也会呼应我们现在当代的技术发展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作品 它是利用录像艺术 或是甚至是VR的沉浸体验 然后还有最近很夯的NFT的相关作品 也都会在这里出现 那我这样就大概有概念 所以也就是说当代艺术馆里面的每个展览 其实它跟随着每个时期 可能可能它现在的政治环境啊 整个社会的氛围啊 它的展览的内容跟成品也会不一样 对 还有就是它的议题也会 那我们这边当代艺术馆它的议题呢 就是会切合的我们社会脉动 对像我们在2017年 我们就展出了全亚洲第一个以统治为议题的一个亚洲艺术的 对的亚洲同志艺术的展览观和作用 那这个展览也获得就是亚洲的十大好展之一这样子 那同时像是日本的三一地震的议题 还有核灾的议题 对那这些议题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当代艺术馆都可以看到艺术家 利用艺术的媒材再把它重新转化呈现 所以当代艺术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进来的时候可以感觉像 现代人不再去看到以前那个历史 然后再想说那个环境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感觉到 现在这些的艺术展品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是当代的人 看到当代的艺术 那玉环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古迹历史建物 它以往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是美术馆 一开始这个建物的话 就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 它就是一个古迹建筑 那它其实诞生在在1919年日治时代的时候 对那时候日治时代在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位置 身处台北后车站 然后跟大道城的中间 其实从日治时代开始 它其实就是一个商业贸易 很精华的地段 对所以那时候也很多日本人就是在这边 就是居住 那同时因为他们有就是照顾下一代的需求 所以那时候就日本政府就开始在这边设置了一个叫建成寻常小学校 那这就是我们艺术馆的前身 它的第一代前身 小学校是国小的意思吗 以我们现在来讲 对小学校以我们现在学制来讲是值得是国小 那当初因为是日治时代 它原先设置就是提供给就是日本人的后代就读 可是因为随着贸易发展 像大道城那边很多山谷 他们的就是有一些经济条件 比较优渥的家庭呢 他们就可以申请进来就读 所以慢慢的也有一些台籍的小学生在那边就读 然后像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像前阵子离开我们的像彭明蜜 还有史明 他们当初都是建成小学校毕业的学生 真的啊 对 所以其实日本在殖民时期的时候 他是认为说这个是给他们自己的巧名念的 但台湾人用自己的实力啊 我还是进得来 所以这也是很不错 那他当完小学之后就变成美术馆了吗 没有 没有 当初就是在日本战败之后 他们就慢慢陆续的就回到日本了 那这边的空间呢 因为就国民政府来台 那需要一些办公的空间 所以呢 这个小学校呢 就是被收编 作为台北市政府的办公室 这样子 对 所以这里以前是台北市政府 对 就是还没有在新市区 不是在101那边的时候 那那个是之后 大概1993年之后 过去的 对 所以 以往可能我们知道的台北市长 比如说像李登辉啊 这些 他搞不好是在这边办公室 他们都在这边办公室 黄大洲也在这边办公室 一直到沉水点 那个年代才过去 喔 黄大洲就是我们台北市捷运的一个重要的 主要设计跟推手嘛 一个很棒的一个市长 那所以 我们市政府 迁移到新大楼之后 这边就 把它慢慢规划成 大单艺术馆了 对 那时候原先设置是叫做第二美术馆 对 那随着就是 艺文界的人士 他们就是在一起讨论说 那这边的使用的方向到底要规划成什么样子 然后 后续呢在2001年的时候 才就是定位成是当代艺术馆这样子 喔明白 因为台北市有一个市立美术馆 对 所以当时候就是说 那边变成第一美术馆 这里第二美术馆 对 然后可能定位之后就第二美术馆展当代 那干脆不要叫第二美术馆 叫当代艺术馆 这样子民众也很方便清楚 那边就是美术馆 这边就是当代的艺术馆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像我们 现在如果假设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是一个艺术创作者 我总感觉啦 我自己的想法 我总感觉就是说 我作品呈现出来 就像我的 这个亲生的小孩一样 我会很珍视它 但是我不知道要 怎么去介绍给大众 怎么去展览 然后听到美术馆 当代艺术馆 这好像都对我很遥远 就是好像 要去策展是一个 遥不可及 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 可不可以让我们民众 更贴近一点距离 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是一个艺术创作者 然后我想要来做一个策展的话 那我要怎么跟当代艺术馆申请 那它的大概审核的流程 会有什么 我其实可以先跟你们介绍一下说 我们这个展览 展览馆里面 我们其实有分为 就是三大区 一个就是我们主展览的区域 那主展览区域的话呢 我们比较是 以主题策划展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会邀请 就是策展人 国内外的策展人 对 那他们会提案 经过我们内部 我们有建立一个 就是审查委员的制度 那我们就是会是在 像今年度我们就 其实已经审查 下一年度的展览了 对 那第二个展览区域 就是我们有一个 叫Modcast Studio 对 那它是两个小展区 对 那这两个小展区的话 我们也是就是会在今年度 就会审查下一个年度的展览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 我是艺术家 对 那我想要就是 我可能就是还没有资源 对 大家也都不认识我 对 那我就可以透过 就是Modcast Studio 这个针键的方式来投键 对 它等于是可以来报名的意思 对 然后另外第三个展区的话 就是我们针对 因为现在 艺术创作者 他们的使用媒材 都开始用比较是数位化 所以我们在户外广场 有一个叫Modcast Video 的展区 那它就是一个大电视墙 那如果你的创作呢 你是都用录像的 影像方面的 那你也是一样 就是可以在我们今年度 然后投下一个年度的针键 这样子 这样很方便耶 它也不用搬来搬去 反正它只要针键 我去投稿 然后如果你们审查作业 过了通知我 那我就照你们的规定 把我们的素材送过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展览了 对不对 而且通常因为就是 像Studio 跟Video 通常都是比较是 新锐的艺术家 跟创作者 那他们在展览呈现 可能比较 花很多时间跟精力 在创作过程 对 在呈现方面的话 其实就是 他们这边 就是来我们这边 入选的话 其实就是仰赖我们这边管员 帮他协助 怎么去做一个展程 然后跟推广 懂懂懂 这样很贴心耶 就是对不起喔 我是艺术家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创作 然后所有的行政流程呢 我们管方这边 会帮忙 辅导把它做完 对不对 要不然可能 对这个对艺术创作的人来讲说 我要走这些行政程序 很麻烦 搞不懂干错我就不要了 那就很可惜 就是他的展览就没有展出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当代艺术馆 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喔 就是说 还帮你把这些行政程序 做一个辅导 做一个走案 那除了这之外 我想知道说 我们当代艺术馆 如果我们来展览 我问一句比较实际一点 他要不要花钱啊 就是说我想要攒我的作品 我需不需要给什么经费 或者什么费用付给管方呢 如果是增见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边都是有既定好的预算 对那除非就是艺术家 他本人就是有需要说 他们也可以就是额外的再去申请 其实像市府文化局 或者是国家艺术文艺基金会 他们都有额外的补助金额 所以如果就是我们拨给他的预算 如果他觉得就是 还不足的话 对还不足的话 其实也可以再跟其他政府单位 再申请预算一起加进来 其实我们也是接受的 这很棒耶 这样子感觉他有两笔经费的支柱 然后让他这个展览可以更完整 对不对 更可以支持他做一个 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个启发 或是艺术方面的一个创作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艺术创作不容易 就是以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是节目王文字工作者 我会觉得说我脑中的想法 我可能用词句来表达 就会方便 或是说我们的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成语 最好用 成语就很容易去放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 用艺术品呈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 对新闻来讲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像刚刚玉华有提到说 统治者啦 因为我觉得核灾可能还好一点 表示就是一些东西弄得 稀稀稀稀的 这是我的想法 我没有 我没有要批评任何艺术品的意思 我就说 稀稀稀稀的感觉大家就知道核灾 可是统治这两个字 要把它用实物展现出来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这些艺术创作者 其实他们也真的是需要我们的培植 他们就是透过他们善用的媒材 然后去把想表达事情 经过这些艺术媒材去转化出来 对 那其实我们管方的人员 其实也有一点像是他们的 算是推广者 对 然后用一般比较大众可以接受的 角度或是语言 然后推广给大众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们不但是推广者 你们可能还是当代艺术 这些创作人的理解者 就是你可能很清楚知道说 他们要的是什么 如果说是像我来看的话 我就会可能他们沟通上 就会有一点纠纷 也搞不清楚到底要什么 所以其实你们也是要做一个 很贴心的一个角色 可能你又真的用心灵去体会说 你想创作的是什么 然后我要该怎么样协助你 让你能够更顺利的展出 对不对 国富纪念馆在2019年 被台北市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为台湾光复后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 景观也成为台北市重要的地标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宏伟的建筑 国立国富纪念馆于1972年落成 位于台北市市医区仁爱路四段 由国内知名建筑师王大宏先生设计 并于2019年5月3日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为 直辖市定古迹 主要理由戏本管为台湾光复后 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 由国内中要知现代主义建筑师王大宏首设计 其建筑整体平面格局 四周回廊 屋顶飞檐 正门入口处屋檐起窍等形色特色 塑形出现代主义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精神之风格 为台湾现代建筑史发展过程之经典作品 建筑形貌与户外广场之整体环境景观 已成为台北市重要之城市空间视觉意象 王大宏先生曾云国富是一位革命者 所以纪念他的建筑必须创新 而他的为人与生活特色在于朴实与简单 所以这座建筑不应俗气华丽 必须庄严中带有亲和力 中国传统建筑是东方建筑的代表 而中国建筑现代化后 发现许多元素乃原字书法的演化与概念 本馆建筑的四个脚起跳 即是从书法人字转换而来的设计思维 本馆建筑结合红砖黄瓦绿森林的元素 加上仿唐峰之黄色流线型的屋顶 起跳延伸入苍穹的屋檐四角 入口异象的上扬眼口 清水砖外包珠红色钢砖 凿失字工法的两柱 柱子和两边角135度切角的关怀 四周回廊落柱旁的扑植座椅 每人靠式栏杆扶手的温馨设计 门宽与高一比四比例的瘦高 庄严大气与杖红色之建筑特色等 处处彰显国父朴实简单与清合力的特质 亦成如其所书博爱二字之含义 以上是记者谢宇玲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采访报导 中央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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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评 金融城市博爱会即将登场 已就与会大楼打造的B展区正式开箱 透过修复后的正兵大楼作为主要展场 串联城市艺术品牌潮艺术 再延伸到和平岛考古遗址 总计有五大艺术展览 三处多元市集 夜间还有两大光雕秀 要带民众来一趟丰富的艺术饗宴 就与会大楼改建后 成了陈博会展场 展示金融席日的渔渔文化和水产历史 让参观者仿佛时空倒转 我们非常期待重新开放后的 诸圣教堂考古遗址 透过这一次的展场的设计 以及将整个展示的整理 让这场域成为接下来基隆的新地标 而在和平岛的诸圣教堂 介绍考古成果 见证大航海时代的重要角色 金融城市博爱会首次亮相 让民众循着遗址 认识400年前西班牙人来台的点滴 过去的基隆并不是现在市中心区的基隆 其实过去的基隆 是以和平岛周边地区 作为发展的一个起点 那我们基隆作为台湾的一个起点城市 有很多的第一 有很多的起点 是从基隆开始 我们的旧渔会大楼 是台湾渔业现代化的起点 我们的政兵渔港曾经是全台湾最大的远洋渔业的基地 所以有一个因缘 有一个历史的契机 我们非常感谢金融区渔会 我们理事长长间 还有包括我们总干事 所有的会员代表 把旧渔会大楼 无偿的捐赠给基隆市政府 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那个时候市长很大胆的在提出 大基隆历史场景计划的时候 把旧渔会大楼把它纳了进来 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市长怎么样在描绘这个愿景 市长说我要用旧渔会大楼 作为整个政兵的观光历史郎代的起点 基隆城市博览会即将登场 B展区以旧渔会大楼为主要展区 结合周边总继有五大艺术展览 三处多元市集 两件夜间光雕 要带给民众海味的艺术饗宴 B展区是以文化艺术作为基地 加上产业跟生活 所以从106年以来我们开始做潮艺术 108年选择在政兵作为基地以来 我们就希望我们所有的策展 都是跟生活跟人民 跟我们的生活心态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这几年来潮艺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 也得到无数的奖项 我想这是逼使我们可以再前进的一个力量 今年我们的策展的活动 选在刚修复完成的正兵与会大楼里面 我们挑战了不可能的任务 要在历史建物里面进行策展 对各位艺术家跟策展男人来说 我想是非常的辛苦 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一根钉子钉在墙上 所以讨厌到你们一个最 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策展的方向 但是我想基隆做得到 台湾就做得到 像这栋原本是旧正兵派出所 经过设计师一番改装 白色流线的设计 充满了渔港特色 常被民众误以为是饭店 从我们的色彩屋 开始一步一步的做 我们城区接扩的 这样的一个改造过程当中 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渔会 也能够帮忙来协助 正兵旧渔会大楼 谈了非常的久 荒废非常的久 也感谢市长文化局相关的单位 能够跟渔会谈好 以及后续的开发的手段 那我们另外看到的 我们的旧的正兵派出所 我从这个角度第一次看到 正兵派出所改变 我们是跟文化局一起 在正兵渔会大楼 测了一个有一种味道 在基隆上岸 刚刚市长有提到万博市集 其实市集谈的就是食物 那我们在面对国际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口岸 所以呢我们在正兵渔会大楼 策立一个展 那这个展呢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多元的 饮食的文化透过这个展 来做一个展现 那另外呢这个静态展以外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办了市集 刚刚市长在问说 那这个市集是什么市集呢 我们这个市集 其实是分成两个阶段 这个我要谢谢 我们的佐脑跟米利 那由佐脑跟米利 来作为一个策展的单位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这个大基隆市 跟我们的海口味的市集 那我想这个市集呢 非常的精彩 白天逛曹艺术 入业之后更有不能错过的 海派浪漫光雕秀 今年的光雕展演 不仅有满满的基隆意象 还邀集了800多位小朋友作品 变成光雕秀的展演一部分 基隆城市博览会B展区 抢先曝光 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基隆 感受不一样的海港风情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小匙 我们好看 蜇装 注意 你们感谢您的烧帽 我们喜欢的蜇装 们 带分享 咱们 夏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加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